大家好,我是卷卷,今天我们来做两款网红波波茶 芋头味精提前蒸好了,蒸着时候记得盖上保鲜膜哦 然后趁热就要把砂糖、木薯淀粉和糯米粉搅拌均匀 如果觉得不要干的话,可以少量多次浇开水 注意是用开水哦 最后是这种光滑的不干裂的面团 搓成长条,咱们这个配方延长性很好 切成小块搓圆,加一点木薯粉防粘 不马上用的话就放冰箱冷冻保存 水煮开后下芋圆,浮起之后再煮一分钟 然后捞出过冷水 再做芋泥,我们把蒸熟的芋头、牛奶、大奶油、细砂糖倒泼皮机中 搅打均匀 先放芋泥,再放芋圆 再来几大勺芋泥,然后用勺子做一个挂壁的效果 就到热的牛奶就完成了 也可以做成紫米波波茶 按照紫米、芋圆、紫米依次组装起来就完成了